今天上午捷运公司举办李明市城活动 里长就表示行驶相当的稳定 沿途风景也很美 不只是通勤观光也很适合 而民众也说不会过度的摇晃 而且车窗是大面积的玻璃 视野非常好 淡海轻轨率三线 在这个月10号由交通部旅刊过后 未来月底前就可以展开市营运 而物类要让在地机关团体 还有各里里长带着李明 先来体验并且了解轻轨的搭乘模式 今天上午捷运公司也举办了李明续城活动 里长表示在乘坐之后行驶相当稳定 沿途风景也很美 不只是通勤观光也很适合 我们次程的结果 就是它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就是说它那个车门不像我们那个捷运 它有个按钮你要去按它才会开 不然的话你在那边等它 它不会自动开 还有那个它搭乘的话还蛮舒适的啦 沿途清晨风景 然后免疫赛车之苦 是实在是非常的好 由于淡海轻轨与一般捷运不同 需要自行按钮上下车 里长说有许多地方需要民众亲自体验 并且习惯加强宣导 藉由这一次的续城 也让大家先感受到轻轨的乘坐 是相当的舒适 而且民众对于能够来 试乘轻轨也感到相当兴奋 也期待未来在开通之后所带来的便利性 开始付费的时候用你们的悠悠卡 就是电子票是悠悠卡 一卡通都可以用 那使用的方式其实跟道理 跟海北捷运都一样 那一样双北这边的一些福利卡 敬老卡 爱心卡 还有一些学生卡 其实优惠折扣都一样 非常的兴奋 天气又好 感觉到怎么样 这一次的续城活动 是针对淡水以礼为单位 还有各机关学校等团体 采预约距 从这个月初 就开始开放报名 一个里 开放三十个名额 从今天开始进行续城 连续三天 就是希望透过以导览的方式 教大家如何搭乘 而民众表示在搭乘之后 感觉车速续中不会过度摇晃 而且车窗踩大面积 玻璃续也非常好 也期盼在开通之后 可以带着家人来搭乘 记者许端一带学赛放报道